在清水區港鋪路四段 喬敦住125號前 系由從事應駕出工之無性男子駕駛黑色之小客車 搭載五名一同下班的同事 欲返回無期區的公司宿舍時 由無性男子駕黑色之小客車 沿港鋪路四段外側快車道北往南方向變換式內側車道時 已因超速失控至衝撞分隔島 導致該部黑色之小客車翻覆於北上車道 致使無性駕駛又大腿骨折其餘五名同事 輕傷差錯傷沒有生命危險 經警方調查該無性男子未有酒駕的情勢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